瑞奇和妻子艾比 还有他们的两个孩子 生活在英国的纽卡斯尔 他们一家 已经在这座城市 打拼了十几年 却还是买不起一套 属于自己的房子 瑞奇原本是一个工作 还算稳定的建筑工人 也申请到了住房贷款 可是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害他丢了工作 全家人的住房梦也成了泡影 从那以后 他只能靠打零工养家 今天帮人搬搬水泥 明天帮人砍砍木头 甚至连挖坟这样的活 他都干过 每天躺下就是失业 睁眼就得去找工作 可无论生活多么艰难 他都没有领过失业救济金 对他来说 人要自食其力 绝不能靠政府的施舍过日子 这是瑞奇做人的基本底线 但他知道 一直靠日节养家 可不是长久之际 眼看两个孩子 一天天长大 瑞奇对房子的渴望 更加强烈 他不想一辈子 都过着租房的日子 每天被别人决定 可以住多久 什么时候搬走 所以瑞奇一直在想尽一切办法 找到生活的出路 在一位朋友那里 他打听到快递这个行业很挣钱 朋友说 一天就能挣200英镑 瑞奇动心了 这位朋友非常热心地 把他推荐到了一家 叫做PDF的快递公司 招商的主管 一眼就看出 瑞奇想要发家致富的心愿 他告诉瑞奇 一辈子给别人打工 不会有出息 只有创业 才能改变命运 他们这里不招员工 只招合伙人 在这里 没有雇佣关系 没有KPI 没有固定的上班时间 没有底薪 全凭自己的本事 赚运输费拿提成 而且上不封顶 在这里 每个人 都是在为自己工作 只要加入公司 就能拿回掌握命运的主动权 顾上想要的生活 听完这个故事 你感觉怎么样 接下来 我将帮你解释一些关键词的意思 以及用法 帮你不仅能够听懂 而且会用 他们一家 他们一家已经在这座城市打拼了十几年 却还是买不起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他们一家已经在这座城市打拼了十几年 打拼不是指打人 而是指拼搏 努力生活 努力工作的意思 有一首特别老的歌叫做爱拼才会赢 其中有这么几句歌词 三分天注定 七分靠打拼 爱拼才会赢 比如 迈克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工作 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职位 其实这句话也可以说 迈克经过十几年的打拼 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职位 他一直想要的那个职位 所以打拼这个词 经常会用来讲述一个人多么努力的工作 比如 我的叔叔在深圳打拼了十几年 才有了自己的公司 才有了他现在的生活 瑞奇原本是一个工作还算稳定的建筑工人 也申请到了住房贷款 可是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害他丢了工作 全家人的住房梦也成了泡影 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害他丢了工作 这里的害 其实是表示导致什么 比如 都是因为我的手机没电 自动关机了 害我错过了重要的电话面试 你去机场接朋友 可是他却没告诉你 他的航班取消了 害你白跑一趟 全家人的住房梦成了泡影 当我们说一个什么梦成了泡影 就是指一个人的梦想彻底失败了 彻底破碎了 比如 自从那起车祸后 他想成为舞蹈影员的梦 彻底成了泡影 彻底破碎了 这里要提醒大家 什么什么梦成了泡影 是一个比较书面的 比较文学的表达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一般说 什么什么事情没戏了 比如 我买房子的事 彻底没戏了 就是表示完全没可能了 我想当舞蹈演员的梦 彻底没戏了 我想换工作的事情 彻底没戏了 表示不可能发生了 可是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害他丢了工作 全家人的住房梦也成了泡影 从那以后 他只能靠打零工养家 从那以后 这个表达一般用于上下句的衔接 自从某件事情发生以后 怎么样了 比如 他和老板大吵一架 从那以后 我再也没见过他 其实这句话就是说 自从他和老板大吵一架 我再也没见过他 我上大学的时候 做过一次主持人 结果 中途忘词了 我忘了自己要说什么 特别尴尬 从那以后 我再也没有当过主持人 有什么事情的发生 让你彻底改变了呢 记得我十几岁的时候 刚刚开始学习做饭 结果有一天 油锅着火了 我就把一杯水倒进了锅里 结果差点引发了大火 从那以后 再遇到油锅着火 我是绝对不会往锅里倒水的 可无论生活多么艰难 他都没有领过失业救济金 对他来说 人要自食其力 绝不能靠政府的施舍过日子 这是瑞奇做人的基本底线 可是无论生活多么艰难 他都没有领过失业救济金 这里有一个巨型 无论怎么怎么样 都怎么怎么样 就是指即便有这些事情发生 可是呢 另外一件事情并没有发生 比如我们经常会在银行 或者马路上 看到一些人给你推销理财产品 可无论他们怎么样劝收我 无论他们怎么样保证 这个投资是会赚钱的 我都不会相信他们 可是我老公就不一样了 无论我怎么劝他 不要投资 他都听不进去 他不听我的劝说 瑞奇认为人要自食其力 自食其力是一个成语 它是指人要通过自己的双手 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养活自己 不能什么都不做 就是等着别人来养你 别人给你钱 上高中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向父母要零花钱 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会向父母要学费和生活费 但是一旦大学毕业了 就不得不逼自己 自食其力 让自己完全独立起来 不要再依靠父母 如果你大学毕业了 父母还在给你钱 你不想要了 你可以说 我现在是大人了 我应该自食其力 瑞奇不想靠政府的施舍过日子 施舍某个人 就是指可怜某个人 同情某个人 所以给他吃的用的甚至钱 可是像瑞奇这样自尊心很强的人 他不想被别人可怜 他不想靠别人的施舍过日子 靠就是表示依靠 依赖 依赖别人的施舍过日子 瑞奇做人的底线 是要自食其力 不能靠政府的施舍过日子 底线是什么意思呢 底线这个词 在不同的情景中 它的意思会发生一点点的变化 在故事里 瑞奇的底线 指的是他做人的道德底线 也就是他道德原则 最重要 最核心的部分 不可以打破的部分 但是在职场中 尤其是在谈判中 底线有其他的意思 比如我想买一辆二手车 车主报价十万 我跟他讨价还价 五万 这时车主说 最低七万 这是我报价的底线了 我不能再让步了 报价的底线 说明这是他最重要的核心利益的部分 不能再做任何让步了 对他来说 人要自食其力 绝不能靠政府的施舍过日子 这是瑞奇做人的基本底线 但他知道 一直靠日节养家 可不是长久之计 大多数人的工作都是月节工资 节表示结算计算 每个月结算一次工资 但是对兼职或者临时找的工作 有可能是日节 也就是当天结算这一天的工资 当什么东西不是长久之计 就是指 也许在眼前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但是长期下去 可能带来的麻烦会更多 所以什么东西不是长久之计 你可以理解成 它不是一个长久的打算 不是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办法 比如你来到一个新城市找工作 一直住在朋友家 可是你知道 住在朋友家不是长久之计 你早晚是要搬出去找自己的住处 比如你毕业了 没找到工作 所以一直在做一些零散的兼职工作 可是你知道 这不是长久之计 这不是长远的打算 你不能永远这样下去 又或者你在一家公司 长期遭受上司的打压 它不给你任何发展的机会 也不给你涨工资 尽管你不想换工作 你也不想离开这家公司 可是你知道 这不是长久之计 你不能永远这么下去 你还是要想办法 找到自己的出路 眼看两个孩子一天天长大 瑞奇对房子的渴望更加强烈 他不想一辈子都过着租房的日子 瑞奇不想这一辈子过着租房的生活 一辈子是什么意思呢 一辈子其实就是指一生 但是在口语中 人们会使用一辈子这样的表达 比如 人这一生真不容易啊 更加口语的表达是 人这一辈子真不容易 我这一生就跟着你了 我这辈子就跟着你了 我想我们一生永远在一起 我想我们一辈子永远不分开 永远在一起 他不想一辈子都过着租房的日子 每天被别人决定 可以住多久 什么时候搬走 所以瑞奇一直在想尽一切办法 找到生活的出路 出路是什么意思呢 有的人可能会把出口和出路 这两个词混淆 出口这个词一般是指 当我们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的时候 要出去的这个门就叫做出口 比如地铁出口 停车场出口 但是出路这个词 一般用在一个人的发展 企业的发展 或者国家的发展这样的话题中 当一个人的发展遇到了阻碍 受到了限制 我们当然要想办法解决 那这个办法就是出路 一个国家发展的出路 一个公司发展的出路 比如这家公司 这两年发展的不好 我们必须找到出路 找到解决的办法 国家经济下滑严重 我们必须想办法找到出路 我们必须找到解决的办法 在一位朋友那里 他打听到快递这个行业很挣钱 朋友说一天就能挣200英镑 锐奇动心了 锐奇从一位朋友那儿打听到快递这个行业很挣钱 打听是什么意思呢 当我们向某个人打听 其实就是问他 问他问题 比如在口语中 你可能会听到有人这么说 哎 我向你打听一下 请问这附近有银行吗 我向你打听一下 其实就是我问你一下 锐奇从一位朋友那儿打听到 说明他通过问这个朋友问题 获得到了一些信息 比如我最近正在找房子 我从同事那儿打听到 他们家门口有一个房子正在出租 我从他那儿打听到 说明我问他 然后从他那儿获得了这个信息 锐奇动心了 我们可以对一个人动心 也可以对一个东西动心 总之就是有一个诱惑 摆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忍不住想要干什么 比如你去逛街 今天你本来不想买什么 可是销售人员 导购不停地给你推销 不停地跟你说 这个东西有多么好 这个手机有多好 这双鞋有多好 把你说动心了 表示被他说的 你开始想买这个东西了 我也可以对某个人动心 比如我和我老公刚认识的时候 我对他没有什么感觉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朋友 可是渐渐地 我对他动心了 表示我喜欢上了他 甚至爱上了某个人 这位朋友非常热心地 把他推荐到了一家 叫做PDF的快递公司 有一位热心的朋友 把锐奇推荐到了一家快递公司 一个热心的人 是指喜欢帮助别人的人 热心的朋友 但是这位朋友的热心 真的是善意的吗 他把锐奇推荐到了一家快递公司 如果你在找工作 我把你推荐到了我们公司 说明我把你介绍到了我们公司 请大家注意这里的连接词 我把你推荐到了我们公司 推荐还有另外一种用法 比如天特别热 我想买一个电风扇 我对导购说 你可以给我推荐一些产品吗 你可以给我推荐一些产品吗 招商的主管一眼就看出 锐奇想要发家致富的心愿 他告诉锐奇 一辈子给别人打工 不会有出息 只有创业才能改变命运 一辈子给别人打工 不会有出息 什么人有出息 一个有出息的人 其实就是指有成就的 成功的人 而没出息的人 就是指失败的 没有成功的人 有出息 没出息这个词 在口语中特别常用 比如一个高中生 决定不上学了 去快餐店打工 可是有经验的成年人 就会劝他说 就算你现在挣了点钱 可是你在快餐店打工 能有什么出息 就是指你在快餐店打工 不会有什么成就 不会获得什么成功 再比如 有的人上小学 初中高中的时候 学习成绩特别好 当时大人们都夸他 这孩子以后肯定有出息 以后肯定能够成功 肯定有所成就 但是在这里提醒大家 没出息在口语中 还有第二个意思 比如有的孩子特别爱哭 只是因为一个很小的事情 孩子就哭了 父母可能会说 这孩子怎么这么没出息 为这点小事就哭了 这里说这个孩子没出息 是指这个孩子很脆弱 很懦弱 不够勇敢 没出息 他们这里不招员工 只招合伙人 在这里没有雇佣关系 没有KPI 没有固定的上班时间 没有底薪 全凭自己的本事 赚运输费拿提成 而且尚不封顶 很多工作都有底薪 底薪其实就是指基本工资 在底薪之上 你可能还会有奖金 补贴 一些其他的收入来源 尤其是那些和销售相关的职业 很多时候 他们的底薪非常低 也就是基础工资非常低 一般是靠提成来获得收入 提成是指从一个销售的总额里 提取一定的额度作为回报 假设你想委托房产中介卖房子 房产中介当然要收取一定的佣金 这个佣金的计算办法 一般是房子总价的1%到3% 这个百分比的计算办法 其实就是提成 所以当人们在房产中介卖房子的时候 经常会问这样的问题 你们中介提成提多少 我们提1% 我们提2% 人们把提成这个词简化了 我们提1% 提2% 其实就是指我们赚取提成1% 我们赚取提成2% 如果你已经学会了提成 我们再来看上部封顶这个词 请大家想象你是一名销售人员 你来面试销售这个职位 我告诉你 在我们公司销售没有底薪 没有基本工资 但是你可以赚取提成 如果你能完成100万的销售额 你的提成是1% 如果你完成了200万的销售额 你的提成是2% 如果你完成了300万的销售额 你的提成将是3% 如果按这个计算方法 只要你能完成销售业绩 那你的工资肯定会大幅度的增加 你可能会怀疑 这么多钱公司真的会发给我吗 我向你承诺 上部封顶 你能赚多少 公司就发给你多少 上部封顶 就是指这个最高数额 没有限制 没有最高额的限制 在这里 每个人都是在为自己工作 只要加入公司 就能拿回掌握命运的主动权 顾上想要的生活 主动权 如果一个人 在某件事情上有主动权 就是指他可以主导 这件事情发展的方向 假设你正在面试一个职位 但其实在你参加这个面试之前 你已经得到了三四个offer 如果你是公司需要的稀缺人才 那么在面试的时候 你就会有相当大的主动权 公司会尽可能满足你的需要 是你在主导这场面试 这时我们就可以说 你拥有主动权 不要忘了下载视频下方的中文ebook 我们已经帮你总结出了 今天用到的关键词汇 核心句型 把今天学到的全部变成你自己的 招商的主管一眼就看出 瑞奇想要发家致富的心愿 他告诉瑞奇 一辈子给别人打工 不会有出息 只有创业才能改变命运 他们这里不招员工 只招合伙人 在这里没有雇佣关系 没有KPI 没有固定的上班时间 没有底薪 全凭自己的本事 赚运输费拿提成 而且上不封顶 在这里 每个人 都是在为自己工作 只要加入公司 就能拿回掌握命运的主动权 顾上想要的生活 瑞奇听得热血沸腾 他仿佛是找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于是果断加盟成了合作商 为了多赚点钱 他决定不租用公司的高价车 自己贷款买车加盟 这样每天就能省下65英镑 只要玩命干两年 他就能支付房子的首付 但问题是 贷款买货车也需要钱 首付就要1000英镑 这些年来 他和妻子艾比省吃俭用 可他们的存款 却还是少得可怜 无奈之下 瑞奇想让妻子 把家里唯一的一辆车卖掉 可那是妻子艾比每天上班的代步车 尽管艾比知道 自己的工作没了代步车会被累死 但还是招架不住丈夫的雄心壮志 对幸福生活的美好许诺 最终他答应了丈夫 签署合作协议后 瑞奇开启了他的创业之路 公司主管发给他一块扫描设备 并提醒他这东西贵得要死 而且全程会监控他的行踪 领了一堆快递后 瑞奇就上岗了 但这份工作却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模糊的收件地址 害他浪费了不少时间 交警的罚单他也只能无奈接受 更让人恼火的是 遇到蛮不讲理的客户 还得硬着头皮满足各种奇葩的要求 就算打碎牙也得往肚里咽 瑞奇甚至遇到一个客户 仅仅因为他穿了自己家乡 曼联球队的球服 就把他臭骂一顿 不服气敢还嘴 就威胁给他差评 瑞奇哪能忍下这口恶气 就和客户争执起来 才干了几天 瑞奇就发现 没有KPI纯属是骗人 如果不能完成固定的派单 一天就白干 没有固定上班时间 就等于没有休息 随时在工作 连小便都要拿塑料瓶 在车里解决 说是合伙人 但他还不如一般的底层打工人 连最基本的保底收入 正常生活的尊严都没有 一个同事早上出了事故 后事竟被撞坏了 可就连这种无法避免的意外 想请两个小时的假 去修车 也被公司拒绝 可是主管却说 除非他能自己找到人 和车来帮他代班 否则两小时 也算矿工一天 同事抱怨 公司的制度太苛刻 他已经连续工作14天了 连修个车都不批准 这简直是没人性 可是主管却警告他 不想干就走人 他太爱抱怨 工作效率又差 他那条派单多的路线 应该给更勤快的人干 比如瑞奇 被压榨到极限的同事 没能控制住愤怒 对主管大打出手 最终被公司炒了鱿鱼 瑞奇头脑简单 只想挣钱 傻乎乎的就接过了这条线 可这真的是改变命运的契机 还是走向深渊的开始呢 听完这个故事 你感觉怎么样 接下来 我将帮你解释 一些关键词的意思 以及用法 帮你不仅能够听懂 而且会用 瑞奇听得热血沸腾 他仿佛是找到了 改变命运的机会 于是果断加盟 成了合作商 热血沸腾 热得血液都沸腾了起来 其实啊 这个成语的意思 就是指一个人特别的激动 假设你去看世界杯 你们国家拿了世界杯冠军 我相信你肯定会特别激动 这时你就可以说 我热血沸腾 我太激动了 加盟是什么意思呢 我给大家一个最常见的情景 假设我正在创业 加盟了ABC公司 加盟之后 我就获得了这家公司的 特许经营权 也就是说 我可以代理销售 他们公司的商品 并且开连锁店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 一旦我加盟了某个公司 某个品牌 那么我也成了这个销售体的一部分 成为了他们的合作伙伴 而在这个故事里 瑞奇加盟了PDF快递公司 他不是作为员工在工作 而是作为合作伙伴 他自己也要投资 并且承担风险 为了多赚点钱 他决定不足用公司的高价车 自己贷款买车加盟 这样每天就能省下65英镑 只要玩命干两年 他就能支付房子的首付 但问题是 贷款买货车也需要钱 首付就要1000英镑 贷款这个词特别实用 如果你想买房子没有钱 我们很可能要向银行贷款 有的人买车 也会向银行贷款 玩命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看字面意思 好像是玩自己的命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一个人玩命干什么 表示他豁出去了 不计成本的做某件事情 如果一个人玩命工作 说明他是在不计成本的疯狂的工作 这些年来 他和妻子艾比省吃俭用 可他们的存款却还是少得可怜 无奈之下 瑞奇想让妻子 把家里唯一的一辆车卖掉 可那是妻子艾比每天上班的代步车 代步车的意思就是指 这部车的目的是为了减少步行的距离而买的 代步车 尽管艾比知道 自己的工作没了代步车会被累死 但还是招架不住丈夫的雄心壮志 对幸福生活的美好许诺 最终他答应了丈夫 艾比招架不住丈夫的雄心壮志 招架不住什么 其实就是抵挡不住什么 雄心壮志就是指一个人 做某件事情的强力愿望和决心 签署合作协议后 瑞奇开启了他的创业之路 公司主管发给他一块扫描设备 并提醒他这东西贵得要死 而且全程会监控他的行踪 设备这个词就是指 生产工作用的设施或者是机器 比如我们工厂买了一批生产用的设备 我们工厂刚刚更新了生产设备 生产用的设施或者是生产用的机器 全程这个词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指全部的路程 比如此次马拉松比赛 全程20公里 全部的路程全部的距离是20公里 再比如从上海到北京开车的距离 全程大约1200公里 全部的路程全部的距离 全程的第二个意思是表示全部过程 比如这次客户来参观 我全程陪同 表示整个过程我都陪着他们 又或者那天我看到有人偷车 我用手机把全程拍了下来 我把整个过程都拍了下来 在故事中 瑞比拿的这个设备会全程记录他的行踪 会把他去了哪里 在哪里停留 停了多长时间的全部过程记录下来 领了一堆快递后 瑞奇就上岗了 领这个字怎么用呢 我去领什么东西和我去拿什么东西有区别吗 当然有 比如我去公司领工资 我去领什么东西 一般是别人专门派发给你的东西 我去商场领礼品 他们为每一位客户都准备了礼品 我去领我的那份 在故事中 瑞奇去领快递 这是公司派发给他的任务 他去领快递 当然如果你平时有网上购物的习惯 快递人员给你打电话说 你的快递到了 你可以回答 我马上就来拿快递 你也可以说我马上就来领快递 但这份工作却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模糊的收件地址 害他浪费了不少时间 交警的罚单 他也只能无奈接受 更让人恼火的是 遇到蛮不讲理的客户 还得硬着头皮 满足各种奇葩的要求 就算打碎牙 也得往肚里咽 什么事情让人恼火 恼火就是指让一个人非常生气的意思 蛮不讲理的客户就是指粗野蛮横 不讲道理的人 你在工作中有没有遇到过蛮不讲理的客户呢 你在路上有没有见过蛮不讲理的陌生人呢 硬着头皮做什么 当一个人硬着头皮做什么事情 表示他真的不想做这件事情 但是必须勉强自己 强迫自己做这件事情 比如我生病了 可是药特别苦 不吃药病怎么能好呢 我只好硬着头皮把药吃下去 又或者你又见到了上次那个蛮不讲理的客户 你不想跟他说话 可是出于工作原因 你只好硬着头皮接待他 奇葩就是奇怪 很怪异的意思 让人无法理解 前几年奇葩这个词在网络上非常流行 你在网上会经常看到有人这么说 他就是一个奇葩 他是一个异类 他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他的这个行为很奇葩 他的这个行为很怪异 让人无法理解 打碎牙也得往肚里咽 是什么意思呢 把一个人的牙都打碎了 还不能吐出来 必须咽到肚子里去 其实这句话是形容 当一个人经历了痛苦 但是这个痛苦必须默默承受 必须自己承担的意思 我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 打碎牙往肚里咽的经历 也许你被不公正的对待 但是你不能仅仅因为不公平 生气就放弃不做了 你只能默默地忍受 坚持把眼前的这件事情做完 甚至你都没有时间安慰自己的伤痛 这时候你就可以用这句话来形容自己的经历 打碎牙也得往肚里咽 瑞奇甚至遇到一个客户 仅仅因为他穿了自己家乡 曼联球队的球服 就把他臭骂一顿 不服气敢还嘴 就威胁给他差评 瑞奇哪能忍下这口恶气 就和客户争执起来 还嘴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可能认识还这个字 比如我借了你一个东西 我现在把他还给你 但是如果两个人吵架 你骂我 我还嘴 你指责我 我还嘴 表示我反抗了 我怼回去 我骂回去 就是还嘴 恶气是什么意思呢 恶气其实就是怨气 由于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 而感到非常的怨恨 非常的愤怒 才干了几天 瑞奇就发现 没有KPI 纯属是骗人 如果不能完成固定的派单 一天就白干 没有固定上班时间 就等于没有休息 随时在工作 连小便都要拿塑料瓶 在车里解决 说是合伙人 但他还不如一般的底层打工人 连最基本的保底收入 正常生活的尊严都没有 保底收入 如果一个人的工作 有保底收入 那就说明 不管经营的好与坏 他都有一个最低的工资 一个同事早上出了事故 后事竟被撞坏了 可就连这种无法避免的意外 想请两个小时的假 去修车 也被公司拒绝 可是主管却说 除非他能自己找到人 和车来帮他代班 否则两小时也算矿工一天 除非这个词一般用于谈条件 比如 除非你来接我 我才去参加这个活动 我再跟你谈条件 除非你告诉我那个秘密 我才帮你 否则这个词一般也用在 谈条件的场景 但是否则的后面 接的是一个坏的结果 比如我在网上买了一个产品 质量不好 我对卖家说 你最好给我退款 否则我要投诉你 前面是条件 我提出的条件 你最好给我退款 如果不退呢 后面是坏的结果 否则我就投诉你 但是请大家注意 否则这个词表达的语气 是非常强烈的 带有威胁的口吻 你快点来接我 否则我不去了 我在威胁对方 如果你不来 我就不去了 同事抱怨 公司的制度太苛刻 他已经连续工作14天了 连修个车都不批准 这简直是没人性 可是主管却警告他 不想干就走人 他太爱抱怨 工作效率又差 他那条派单多的路线 应该给更勤快的人干 比如瑞奇 我们通常会用 苛刻这个词 来形容人或者制度 如果我说一个人很苛刻 说明他要求极高 很难满足他的要求 如果我说一个制度很苛刻 说明这个制度非常非常的严格 一般人很难达到制度的标准 如果我说某个人很勤快 说明他特别爱劳动 特别爱干活 停不下来 总是在做什么事情 很勤快 但如果我们说某个人很勤奋 说明他学习特别努力 被压榨到极限的同事 没能控制住愤怒 对主管大打出手 最终被公司炒了鱿鱼 当我们用压榨这个词的时候 一般是握有资本 握有权力的一方 压榨没有权力 没有资本的弱势一方 比如集团高层压榨底层员工 政府压榨人民 当一个人压榨另一个人 就是指这个人为了得到利益最大化 而把另一个人的利益 降到最低压到最小 一个人被公司炒鱿鱼 就是指他被公司解雇了 公司不让他在这工作了 瑞琪整天为生计发愁 而妻子艾比的处境 也好不到哪儿去 艾比是一名家庭看护小时工 专门照顾残障人士 和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 她和丈夫一样 没有底薪 和中介公司是合作关系 全靠拿提成赚钱 自从没了代步车 公司又不给她报销出行费用 她大把的时间都被浪费在了路上 艾比的工作强度非常大 有些客户经常经常因为孤独 和压抑而情绪不稳定 故意给她造麻烦 有一次 她原本已经按时完成了工作 但老人却突然发狂 而且大便失离 把房间搞得一片狼藉 害得艾比不得不多花好几个小时收拾烂摊子 手臂也被老人抓伤了 好心的艾比 对待每一位客户都尽心尽力 可当她向平台说明情况 平台不仅不愿多付一分钱 还希望她继续加班 直到老人的女儿回到家 因为平台担心客户会因为今天的事给差评 可是艾比知道 老人的女儿根本就不在乎老人的死活 委屈的艾比哭了 她不想错过晚上和家人难得的聚餐 瑞奇整天为生计发愁 这里有三个词非常关键 整天 生计 还有发愁 我们一个词一个词来看 如果你看整天这个词的字面意思 你可能会理解成一整天怎么样 但在口语中 如果我们说某个人整天干什么 其实就是指总是干什么 比如家长会对青春期的孩子说 别整天在那玩手机 你的作业写了吗 别整天在那玩手机 就是指你不要总是在那玩手机 如果老板发现同事们在那里聊八卦 没有人工作 他可能会说 你们别整天在那聊和工作无关的事情 就是指你们不要总是在那聊和工作无关的事情 所以整天这个词要比总是更加的口语 下一个词 生计 生计这个词比较难 你可能会在新闻里听到这个词 生表示生活 计表示计策和办法 比如乌俄战争爆发以后 法国政府接受了很多乌克兰难民 那么政府就要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 解决他们基本的生存问题 怎么生活的问题 发愁 如果一个人为什么事情发愁 那么肯定是他非常想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他却没有办法 非常的痛苦 很多学生会为考试和毕业这样的问题发愁 而毕业以后呢 又会为找工作发愁 你现在为什么发愁呢 锐琪整天为生计发愁 而妻子爱比的处境 也好不到哪去 下一句 爱比的处境也好不到哪去 处境其实是情况的记忆词 我的处境其实就是指 我现在所面对的情况 我来给你一个例子 假设我刚刚来到一个新城市 可是我却一直找不到工作 我很快就没有钱了 所以我现在的处境非常艰难 就是指我现在面对的问题 非常的困难 除了说个人以外 我们也可以说公司或者国家 公司现在的处境非常艰难 说明公司正在经历一个困难的时期 正在面对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和锐琪相比 爱比的处境也好不到哪去 好不到哪去 这个词一般用于对比两个人或者两个事物 比如锐琪现在的处境非常艰难 爱比呢 爱比也好不到哪去 它没有比锐琪更好 它其实是和锐琪一样非常的艰难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用 我也好不到哪去 这句话来安慰遇到困难的朋友 比如我的朋友跟我说 你知道吗 因为疫情我连工作都丢了 这时我为了安慰他 我跟他说 嗨我也好不到哪去 我老公他们公司正在裁员 只给员工发60%的工资 爱比是一名家庭看护小时工 专门照顾残障人士和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 家庭看护工是一种职业 做这个职业的人需要到客户家里去照顾老人 或者需要帮助的人 爱比的工作非常特别 她是小时工 也就是说 她工作的时间通常比较短 比如在客户家里工作一两个小时 然后要跑到另外一家 再工作一两个小时 她的工作非常辛苦 残障人士其实就是指残疾人 在口语中我们一般会说残疾人 但是残障人士呢 听上去更加的礼貌 而且正式 比如你在商场或者在火车站 你可能会看到这样的牌子 残障人士通道 就是指专门为残疾人设计的通道 生活自理 自理其实就是指自己照顾自己 生活自理是一个能力 比如小孩子 小的时候 他不能生活自理 比如不能自己吃饭 不能自己刷牙 不能自己穿衣服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们更加的独立了 现在有了生活自理能力 可以自己穿衣服 自己刷牙 可以完成一些简单的日常生活活动 什么样的人通常没有生活自理能力呢 比如在这个故事里 是那些患有重病的老人 他和丈夫一样 没有底薪 和中介公司是合作关系 全靠拿提成赚钱 自从没了代步车 公司又不给他报销出行费用 他大把的时间都被浪费在了路上 公司不给爱比报销出行费用 什么什么的费用就是指做什么事情花的钱 比如教育费用 在教育上花的钱 旅行费用 旅行时花的钱 在故事里 爱比要乘坐公共汽车 去客户家 那么就会产生费用 出行费用的意思 其实就是交通费用 你们公司给你报销出行费用吗 报销是什么意思 怎么报销 假设你今天去上班 打车花了十块钱 出租车司机一般会给你一张发票 你要把这张发票 交给公司的财务部工作人员 你换了多少钱 公司就不给你多少钱 这个过程就是报销 看大把这个词的字面意思 好像是一大把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一大把 但是在口语中 它的意思就是很多 爱比把大把的时间浪费在了路上 它把很多的时间浪费在了路上 比如我最近工作压力特别大 我大把大把的掉头发 一大把 一大把的掉头发 就是指掉很多很多头发 爱比的工作强度非常大 有些客户经常因为孤独和压抑 而情绪不稳定 故意给它造麻烦 当你想表达 你每天要做很多很多工作 你可以说 我每天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大量就是很多 你也可以说 我每天的工作强度很大 如果你是学生 你每天要学很多东西 你可以说 我每天的学习强度很大 如果你喜欢运动 你每天要跑好几公里 要锻炼好几个小时 你可以说 我每天运动的强度很大 爱比的客户 会故意给他找麻烦 当我们说 给某个人故意找麻烦 就是指 给某个人 故意制造麻烦 制造问题 有一次 他原本已经按时完成了工作 但老人却突然发狂 而且大便失禁 把房间搞得一片狼藉 害得爱比 不得不多花好几个小时 收拾烂摊子 手臂也被老人抓伤了 大便失禁 是一个医学词语 失禁 就是表示不能控制了 有一些人得了重病 可能会大小便失禁 大便和小便都无法自己控制了 一片狼藉 这个成语的意思 就是指乱七八糟 非常非常的乱 比如 我今天上班 把两个孩子留在家里 可等我下班回到家 发现我们家 一片狼藉 说明我们家非常非常的乱 收拾烂摊子 是一个非常口语的表达 烂摊子的意思 在这里就是指麻烦 如果我替某个人收拾烂摊子 就是指我要替他们解决这个麻烦 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淘气的孩子在学校跟同学打架 制造了麻烦 家长要替他收拾烂摊子 家长要到学校去 替他解决这个问题 好心的艾比 对待每一位客户都尽心尽力 可当他向平台说明情况 平台不仅不愿多付一分钱 还希望他继续加班 直到老人的女儿回到家 尽心尽力这个词 就是指费尽心力 努力做到最好 如果你对待工作 尽心尽力 说明你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人 你努力把工作做到最好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你对待某个人尽心尽力 比如艾比对待他的客户尽心尽力 老师对待他的学生尽心尽力 医生对待他的病人尽心尽力 平台是什么意思呢 平台是一个商业用语 在故事里 这一边是正在寻找服务的病人 或者残障人士 而这一边是正在寻找工作 像艾比这样的人 那么他们之间如何达成交易呢 那么就需要一个中间人 这个中间人帮他们完成对接 当然这个中间人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商业机构 这个商业机构提供了一个商业的网络 提供了一个合作的机会 帮他们完成对接 这就是平台 比如YouTube 它就是一个多媒体平台 大家想要看有帮助的中文课程 而我正在寻找那些想要学习中文的人 那么我们的对接就是在YouTube平台上完成的 可当他向平台说明情况 平台不仅不愿多付一分钱 还希望他继续加班 直到老人的女儿回到家 因为平台担心 客户会因为今天的事给差评 可是爱比知道 老人的女儿根本就不在乎老人的死活 委屈的爱比哭了 他不想错过晚上和家人难得的聚餐 我们再来看委屈这个词 当一个人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就会觉得很委屈 比如你今天明明完成了工作 但是是同事不小心把你的文件删除了 但是老板却因为这件事情扣了你的工资 不是你的错 却要扣你的工资 你觉得很委屈 这些天来 他们夫妻俩早出晚归 每天工作的时间超过了14个小时 根本没工夫照顾孩子 他们原本就和孩子缺乏相处 现在更是彻底放养 他们的大儿子塞巴 正处于青春期的叛逆期 不仅经常迟到旷课 还跟着一群问题少年 到处惹是生非 为了和朋友买喷漆 就连自己唯一的一件名牌皮衣也卖了 瑞奇苦口婆心的教育儿子 千万不能走上歪路 他现在之所以这么卖命的工作 就是希望儿子能好好学习 以后出人头地 但塞巴却反驳 读书根本没用 即便考上大学 也要欠一大笔学生贷款 而且毕业了 也只能做一些低端的工作 像他这样底层家庭出身的孩子 根本没有出路 难道父亲不就是这样吗 每天风里来雨里去 卖命工作 也只是在瞎折腾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故事里的关键词汇 让你不仅能听懂 而且会用 这些天来 他们夫妻俩造出晚归 俩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夫妻俩就是指夫妻两个 但是在口语中 人们经常会把俩这个字发成俩 你们两个 你们俩 他们夫妻两个 夫妻俩 早出晚归 早出 很早就出门了 晚归 到很晚才能归来 归来的意思其实就是 回来 只是在口语中 我们用回这个字 但是在书面语中 在文学作品中 你会看到归这个字 归来 就是回来的意思 如果一个人对你说 我每天早出晚归 说明他的生活非常辛苦 因为他每天很早就出门了 但是要到很晚才回来 他们根本没功夫照顾孩子 请大家注意 功夫这两个字 不是功夫熊猫的功夫 所以在中文里 其实有两个功夫 是两个词 一个是工作的功功夫 还有一个是功课的功 他们没功夫照顾孩子 其实就是没时间照顾孩子 比如某天早上 你要去上班 可是你马上就要迟到了 路上遇到了一位老朋友 老朋友见到你很高兴 想和你聊聊天 可是你现在根本没功夫和他聊天 就是表示你没时间和他聊天 但是请大家注意 当你想拒绝别人说 我没时间做什么 千万不要说 我没功夫干什么 因为这样的表达太直接了 不太礼貌 你应该说不好意思 我现在赶时间 放养是什么意思呢 放养 放开了养 放养这个词 十年前一般用于养殖业 比如养鱼 养鸭 养鸡 养羊 养羊这个动物 放养什么动物 其实就是指 把它放到比较宽敞的地方 放到大自然里面养的意思 但是后来放养这个词 变成了育儿话题当中的一个热点词汇 放养式教育 如果我对我的孩子是放养式教育 那么说明我不会对他做出过多的管束 我不会什么都管 更多的时候是让他自己试错 在犯错中自己学习 放养式教育 但是在故事里 瑞琪和艾比对两个孩子彻底放养 说明他没时间照顾孩子 没时间关心教育两个孩子 塞巴这个孩子 正处于青春期的叛逆期 经常有朋友问我 鱼是什么意思 处于就是指处在 正处在什么时候 塞巴正处于青春期的叛逆期 这里有两个期 青春期 青春期一般是指11岁到18岁19岁 这个年龄段叫做青春期 而叛逆期强调的是 在这个时期孩子有了更多的自主意识 他开始自己独立思考了 所以常常会和大人对着干 大人说对他们就会说错 大人说错他们就会说对 常常和大人对着干 叛逆期 塞巴这个孩子真让人不省心 他经常迟到旷课 旷课的意思就是指这节课不上了 他可能去什么地方玩了 大学生经常旷课 今天早上有一节数学课不想去了 他今天旷课 但如果一个人长期旷课 今天的课不上 明天的课也不去 我们就会说这个人逃学 长时间不上课 我们说逃学 除此之外 塞巴还和一群问题少年到处惹事生非 问题少年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你要理解少年 少年说明他还没有成年 应该是18岁以下 少年不是儿童 所以他应该是11岁以上 11岁到18岁之间的这个年龄段呢 可以称为少年 问题少年 问题少年一般是那些缺乏教育 缺乏家庭的关怀 而出现了品行上的问题 他们到处制造麻烦 比如打架 逃学 这一类的青春期的孩子 我们就说他们是问题少年 下一个词 惹事生非 这是一个成语 很多人以为惹事生非的事 是事情的事 不是的 应该是 是不是的是 这里有好多是 惹事生非 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就是制造是非 是非是什么意思呢 是非就是纠纷的意思 麻烦的意思 到处制造麻烦 我们就说这个人 到处惹事生非 瑞奇苦口婆心的教育儿子 苦口婆心也是一个成语 而且很实用 苦口婆心 婆的意思不是老婆 而是老婆婆 就是老妇人的意思 像老婆婆一样 像老妇人一样 非常耐心的 反复给孩子解释 反复教育孩子 这里的教育是一个动词 就是指给孩子讲道理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什么是绝对不可以做的 歪路是什么意思呢 请大家看我的头 如果我做这个动作 我刚才把头歪过来了 我再放过来 我的头摆正了 所以正和歪是反译词 正歪 正歪 正路就是指正确的路 而歪路呢 当然是错误的路 他现在之所以这么卖命的工作 卖命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当你想表达 你是非常非常非常努力的工作 甚至连自己的健康也不考虑了 什么都不考虑了 你可以说你在卖命的工作 下一个词 出人投地 出人投地也是一个成语 出人投地的意思 就是指成就突出 超过了其他人 瑞奇之所以卖命工作 就是希望自己的儿子 出人投地 就是希望自己的儿子 未来能够成功 赛巴在和自己的父亲争论 到底上大学有没有用 低端是什么意思呢 低端其实是一个档次的划分 请大家看这里 低端 中端 高端 我们可以用低端中端高端 来形容产品 还有职业 在故事里 赛巴认为 就算他大学毕业了 也只能做一些低端的工作 低端的工作 通常是那些技术含量比较低 而且收入比较低的工作 低端工作 那中端呢 中端工作 中端职业呢 通常是需要一定的技术 一定的知识 收入也处于中等档次 高端职位 高端职位当然需要更多的技术 更多的知识储备 那么收入也会比较高 高端职位 中端职位 低端职位 下一个词 底层家庭出身的孩子 刚刚我们学了一个低端 用来形容产品职业 底层这个词 一般是用来划分社会的等级 社会的底层 社会的中层 社会的高层 底层这个词 除了可以用来划分社会的等级 也可以用来划分公司内部的等级 公司底层员工 公司中层中层管理干部 公司高层高层管理人员 风里来与里去是什么意思呢 儿子说爸爸的工作每天风里来与里去 请大家想一想 瑞奇的工作是送快递 不管今天是刮大风还是下大雨 他都不能停止快递的派送 他都要克服这些困难去完成自己的工作 所以赛巴是在说爸爸的工作非常非常的辛苦 每天要在外面跑来跑去的 不管在外面遇到了什么困难 他都要完成工作 但是请大家注意 当你用风里来与里去的时候 一般是在外面跑来跑去的人会用这个词 如果一个人的工作是每天坐在办公室 他当然不是风里来与里去 其实在刚才我们已经学习了一个形容工作辛苦的成语 你还记得吗 早出晚归 现在又学了第二个 风里来与里去 所以如果你的工作是每天很早就要出门 很晚才能回家 而且不管今天是刮风下雨 还是烈日当头 你都要出去工作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两个表达连起来使用 我每天早出晚归 风里来与里去 如果真是这样 你的工作真的太辛苦了 下一个表达 瞎折腾 首先折腾这个词非常非常的口语 折腾表示翻来覆去的不停的做 我来给大家一个例子 很多创业的人呢 看上去非常忙 今天要开店 明天要搞网站设计 后天要买车 总之呢 他总是有很多事情让他停不下来 不停的在工作 可是如果他的繁忙并没有带来任何的收益 可能他就会说自己是在瞎折腾 没有意义的繁忙 没有意义的在不停做事情 但是请大家注意 如果我把瞎这个字拿走 变成折腾这两个字 如果有人跟你说 我这个人就是喜欢折腾 喜欢折腾 说明我喜欢做出一些大的改变 比如啊 我这几年还在上班 后来又辞职去留学 留学完毕之后呢 又回国创业开公司 这个人一直没停下来 一直在做一些重大的改变 有挑战的事情 他是一个爱折腾的人 但塞巴却反驳 读书根本没用 即便考上大学 也要欠一大笔学生贷款 而且毕业了 也只能做一些低端的工作 像他这样底层家庭出身的孩子 根本没有出路 难道父亲不就是这样吗 每天风里来雨里去 卖命工作 也只是在瞎折腾 被儿子看不起 瑞奇很是寒心 但幸好小女儿特别懂事 一到周末就帮爸爸送快递 女儿聪明讨喜 人见人爱 因此收到了好几个客户的小费 为了奖励小女儿 她决定破费一次 打包一顿印度菜 全家吃大餐 晚上一家人吃得特别开心 他们已经太久 没有拥有过 这样温馨的家庭食客 可好景不长 上周儿子在学校闯了大祸 他不仅和同学打架 还误伤了劝架的老师 校长约家长谈话 儿子赛巴 却把通知书藏了起来 直到和校长会面的当天 才被妻子艾比发现 艾比给丈夫打电话 让她务必到场 不能让儿子孤立无援 但瑞琪这边根本脱不了身 她找不到人替班 自从上次接了那条盲线 她已是797模式 最终 瑞琪没能赶到学校 让身为母亲的艾比 独自面对校长和老师 校长认为 父亲不够重视 于是给赛巴 停课半个月的处分 瑞琪对约谈的结果非常不满 她认为妻子软弱无能 没能替儿子努力争取 看到瑞琪的态度 艾比也来气了 你厉害 你怎么不自己来呢 儿子被人痛批的时候 你在哪儿 瑞琪回对妻子 你知道我有多少活要干吗 我现在活得就像一只蚂蚁 一天下来 连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 妻子怒吼道 你没吃饭 你以为只有你这样 你知道我有多长时间 没吃晚饭了吗 我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等公交车 我天天坐在公交车上到处赶工 还得忍受那些神经病对我大喊大叫 我跟谁抱怨 妻子一气之下 摔门而去 被儿子看不起 瑞琪很是寒心 很是寒心 就是特别寒心 非常寒心的意思 寒心和伤心有什么区别呢 寒心这个词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表示失望 第二个意思是害怕 我来给大家两个场景 你一直在帮一个朋友 可是他不仅不感谢你 反而在背后说你的坏话 你感到非常寒心 你感到非常失望的意思 第二个情景 几年前我经历过一起车祸 现在想起这件事情 我还感到寒心 我还感到寒心 现在想起来 我还感到害怕 在故事里 瑞琪感到寒心 是指瑞琪感到失望 他给儿子讲了这么多道理 儿子不仅不理解父亲 反而看不起他 他感到非常寒心 小女儿很懂事 懂事这个词 一般用于夸奖一个孩子 被儿子看不起 瑞琪很是寒心 但幸好 小女儿特别懂事 一个孩子很懂事 说明他不给大人制造任何麻烦 而且帮大人做很多事情 理解大人 这个孩子很懂事 小女儿特别懂事 一到周末就帮爸爸送快递 女儿聪明讨喜 人见人爱 因此收到了好几个客户的小费 女儿聪明讨喜 人见人爱 这里有两个成语来形容女儿 聪明讨喜的意思 就是指特别聪明 让人忍不住喜欢他 人见人爱 谁见了都喜欢这个孩子 为了奖励小女儿 他决定破费一次 打包一顿印度菜 全家吃大餐 为了奖励小女儿 爸爸决定破费一次 破费的意思就是花钱 假设你请朋友吃饭 当然得多点几个菜 你跟服务员说 这个菜 这个菜 还有这个菜 这个我也要了 可是朋友在一边对你说 少点几个菜 别太破费了 就是在跟你说 少花点钱的意思 如果朋友送给你 一个贵重的礼物 你猜到他可能花了不少钱 买这个礼物 这时你可以说 谢谢 让你破费了 让你破费了 就是指真不好意思 让你花了这么多钱 给我买礼物 可好景不长 上周 儿子在学校闯了大祸 他不仅和同学打架 还误伤了劝架的老师 好景不长 是一个成语 好景 好的光景 好的情况 不长 不能持久 不能持续很长时间 瑞琪和妻子 虽然工作非常非常辛苦 但是当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 也是非常幸福的 可是这样的幸福 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如果你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 需要做一个转折 明明是一个幸福的结果 可是突然变得不幸福了 这时你就会用到 可是好景不长 好景不长的后面 很可能要讲到一个糟糕的事情 比如好景不长 儿子在学校闯了大祸 一个人闯祸了 说明他做错了什么事情 制造了什么麻烦 而且这个错误比较严重 他会因为这件事情受到惩罚 我们就说一个人闯祸了 比如一个学生在学校闯祸了 有可能他在学校打了同学 又或者把学校的什么设施给搞坏了 一个人在公司闯祸了 那有可能是他做错了什么严重的事情 会因此受到惩罚 在故事中 塞巴这个孩子在学校闯了大祸 闯了大祸 说明他在学校惹出了大麻烦 塞巴不仅在学校跟同学打架 还误伤了劝架的老师 误伤 说明他不是有意把老师弄伤的 他不是故意的 劝架 如果你正在和某个人打架 我来劝架 就是我来劝说你 我来阻拦你 不要打了 不要再打架了 我在劝架 校长与家长谈话 儿子塞巴却把通知书藏了起来 直到和校长会面的当天 才被妻子艾比发现 会面和见面这两个词有什么区别吗 我来给你一个例子 比如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北京会面 这是一条新闻 在新闻里人们使用的语言一般比较正式 所以会面是一个非常正式的词 在新闻里你会遇到 但是在生活中我们用见面这个词就可以了 比如我和你约好了 我们两个明天下午在公司楼下见面 妻子让丈夫务必到场 务必就是一定必须的意思 但是务必这个词非常的正式 比如你想邀请客户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你可以说请您务必参加这个会议 就是指请您一定要参加这个会议 你也可以说请您务必到场 到场就是到达活动进行的场所 其实就是请您一定要来参加的意思 孤立无援是一个成语 它的意思就是指一个人面对 得不到外力的援助 外力的帮助 比如在学校 你一定要有几个好朋友 不然当你被别人欺负的时候 就会孤立无援 就只能一个人面对 得不到任何帮助 在公司也一样 在团队里 大家要互相信任 互相帮助 否则遇到问题的时候 就容易孤立无援 但瑞奇这边根本脱不了身 他找不到人替班 自从上次接了那条盲线 他已是797模式 尽管瑞奇知道 这次会面非常重要 但是他根本脱不了身 根本脱不了身 就是指他没办法摆脱手上的工作 根本走不开的意思 假设你正在和客户见面 但是老板让你立刻回公司 这时你就可以说 我正在和客户见面 现在脱不开身 忙完这件事情 我立刻赶回公司 我现在脱不开身 你也可以说 我现在走不开 两句话是同一个意思 797就是指每天七点上班 九点下班 一周工作七天的意思 最终 瑞奇没能赶到学校 让身为母亲的爱比 独自面对校长和老师 校长认为 父亲不够重视 于是给塞巴 停课半个月的处分 校长给塞巴停课半个月的处分 处分就是指给某个人的惩罚 请大家注意处这个字 处是一个多音字 有的时候读处 比如到处走一走 处 但是这里呢 读三声 处分 处分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 既然是惩罚的意思 我可以说我在家给孩子一些处分吗 不能这么用 处分这个词一般不用于个人之间 而是用在一个机构或者组织里 比如学校给学生处分 在公司里 管理者给员工处分 又或者是政府机构 军队都会听到处分这个词 学校给塞巴停课半个月的处分 停课 停止上课 但如果是在政府机构 你会听到停职这个词 给某个人停职半年的处分 在这半年里停止担任某个职务 瑞奇对约谈的结果非常不满 他认为妻子软弱无能 没能替儿子努力争取 软弱无能是一个成语 我们经常会用这个成语 来形容一个人的性格 如果一个人胆小怕事 遇到什么事情不仅害怕 也没有能力解决 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人软弱无能 比如我上大学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有些软弱无能 被人欺负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保护自己 除了害怕 什么也做不了 我觉得自己有些软弱无能 瑞奇觉得妻子没能为儿子努力争取 争取就是努力获得的意思 争取什么呢 争取一个好结果 假设你要参加一个重要的谈判 你当然希望能获得一个好的结果 这时你可以说 我们会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争取这个词的后面 还可以加机会这个词 努力争取这次机会 比如你们学校想要选拔一些优秀的学生 到中国去留学 你当然很想得到这次机会 你可以说 我会努力争取这次机会 瑞奇对约谈的结果非常不满 他认为妻子软弱无能 没能替儿子努力争取 看到瑞奇的态度 爱比亦来气了 你厉害 你怎么不自己来呢 儿子被人痛批的时候 你在哪 看到丈夫的态度 爱比亦来气了 来气 其实是一个非常口语的表达 就是指开始生气了 看你这个态度 我也来气了 我也开始生气了 你厉害 你怎么不自己来呢 不自己来是什么意思呢 不是这个来 不是过来的意思 而是指你来做 让你来做 你怎么不来做呢 但是在口语中 人们会把来后面的动词省去 变成你来 你来呀 意思就是 我做的不好 你来做啊 你做啊 你来 你来呀 瑞奇回怼妻子 你知道我有多少活要干吗 我现在活得就像一只蚂蚁 一天下来 连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 妻子怒吼道 你没吃饭 你以为只有你这样 你知道我有多长时间 没吃晚饭了吗 我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等公交车 我天天坐在公交车上到处赶工 还得忍受那些神经病对我大喊大叫 我跟谁抱怨 妻子一气之下 摔门而去 艾比对丈夫说 我天天坐在公交车上到处赶工 赶工是什么意思呢 赶有赶时间的意思 工作 大家知道 瑞比是小时工 他要在这家工作一两个小时 再到下一位客户家工作一两个小时 他要到处赶着时间工作 他要到处赶工 如果在职场里 你听到有人跟你说 咱们要抓紧时间赶工 就是指咱们要快一点完成工作 神经病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看到病字 你可能会认为它是一种疾病 但其实不是的 如果一个人的行为非常非常奇怪 你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 你可能会用到神经病这个词 但是请大家注意 当我们和朋友开玩笑说 你神经病啊 和我对着陌生人 很生气地跟他说 你神经病啊 两个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我来给大家两个例子 比如我的一个好朋友 他特别喜欢做恶作剧 他经常会从后面走过来 蹦 吓我一大跳 这时候 我可能会对他说 你神经病啊 我觉得这个人 他的行为特别奇怪 我有时候无法理解 但是我觉得他特别搞笑 特别好玩 我们两个关系很好 所以我可以说 你神经病啊 用这种方式来开玩笑 但是如果我走在马路上 一个陌生人突然走过来吓我 我不仅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 我也会非常的害怕和愤怒 这时如果我说 你神经病啊 其实是骂人的话 我在骂他 脑子有问题 所以请大家用这个词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 你是跟朋友开玩笑呢 还是很生气的 在骂一个人 一气之下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不要只看知这个字 一气之下做什么 就是表示因为一时的愤怒 一时生气 而做出的什么事情 比如说爱比 因为一时生气 摔门而去 摔门而去 这里的而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的而起到了一个连接的作用 爱比摔门而去 就是指他狠狠地关上门就走了 这就是说爱比摔门而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